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仗此深远 忽虑之游呢 这一天我希望同学们要多多联系 帮助我们产生信心 因为我们一般都是很谦虚 很客气 我的根性很烈 我不行啊 太客气了 这一条多念几句就晓得 步行可以变成性 极顿的根性可以变成上根立直 能转变吗 不是不能转变的 转变的方法就在熏悉 熏悉的方法就在多听多读 不在这场下功夫不行啊 有空就听 有空就读 不要把时间浪费掉 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需要工作 工作的时候放下来 不工作的时候就听 如果能这样修学 那就是信心不逆 古人长江三年 你果然干三年 我相信极顿之根不能变成上根立直 变成终正根性是好问题 古大的长江 七年 七年孝成 九年大成 能这样 风鸟不时的真的去干上九年呢 大概几顿之根呢 也会变成上根立直 这个是我们能够见得过的 所以熏悉的方法非常非常之大 底下引用这句佛经是给我们做证明 佛中从缘起 我们听受读诵就是缘起 正此身影 这个语言是不必的殊胜 这样殊胜的音乐 决定可以兵顿根为上根立直 那么这句话里面就含着 你的业障消除了 罪业灭除了 智慧开了 才会变成上根立直 现在为什么根性极顿呢 业障太重 罪业太深 他不就是如此吗 可见的 这个受持独送 熏悉的力量 能消业障 能灭罪业 能开智慧 都喊在这一句当中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感谢观看